2月13日由江苏省海外联谊会与江苏省政府桥屋办公室主办 美国江苏总商会承办的水运江苏大型摄影图片展 在洛杉矶龙中开幕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总领事张平 桥屋组组长汤长安 桥屋领事陈小毅等到场驻贺外 著名刑侦专家李昌玉博士及夫人蒋霞平女士 以及当地的民选官员社团侨领近600人出席 江苏省海外联谊会会长杨岳发表了当晚的主旨演讲 他表示希望通过此次图片展可以传递相情相音 用多角度展现江苏的魅力 并加强南加州与江苏的友谊与合作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总领事张平在致辞中表示 江苏自改革开放以来 经过40年的快速发展 已成为经济达成 而江苏取得的巨大的发展成就 与南加州的密切合作息息相关 江苏未来的发展离不开侨胞 希望侨胞们继续关心江苏的发展 做出更大的贡献 圣伯纳丁诺军督查 海格曼上台致辞 并向杨岳主任颁发贺壮 祝贺北次摄影图片展圆满成功 享誉全球的神探李昌玉 作为美国江苏总商会荣誉会长 也应邀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并分别向杨岳主任和张平总理事赠送锦辉 全美电视台记者采访报道